一帮大昼出场的葛曼奇不负众望 在百米冲刺中与其他选手拉开了十米的距离 在摄像机中更是直接飞出了无人区 好的 比赛开始 今天起头反应 梁小静非常的快 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前五十米 绝对的领先 葛曼奇在拼命地追 梁小静现在还在领先 葛曼奇超越 环城反超 最后撞线 葛曼奇 加速能力更强呢 还是葛曼奇 他在后城的力量优势显现出来 大运会田径赛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比赛 在一场小雨中进行 位于第六道的中国队派出了 葛曼奇 梁小静 蔡雁廷 李玉廷四名队员出战 其中葛曼奇退出了女子一百米比赛 也没有参加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渔赛 堪称中国队的骑兵 比赛中 中国队一路领先 虽然第三四棒交击时出现一点小失误 但仍以43秒70的绝对优势夺冠 波兰队以44秒20获得银牌 南非队以44秒36获得铜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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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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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德曼琪曾在全运会上获得女子100米 女子200米 以及女子4×100米接力3块金牌 在7月中旬结束的亚锦赛中获得了女子100米铜牌 而梁晓静在本届成都大运会上获得女子100米第5名 比赛中中国队一路领先 虽然第3四棒交击时出现一点小失误 但仍以43秒70的绝对优势夺冠 夺冠后全场观众沸腾 四名姑娘身披国旗在赛道上摆出了酷炫的姿势来庆祝这一场胜利 在女子4×100米接力比赛之前 红星新闻记者遇到了央视体育名嘴于佳 于佳表示 他特地来看葛曼琪的比赛 今天听说葛曼琪会参加女子4×100米接力 我是他的粉丝特地来看看 在看到中国队拿到冠军后 余佳格外的激动 振臂高呼 圆梦了追行成功 终于看了一场葛曼琪的比赛 看到成都人民这么热情 我们在我们自己国家去比这种世界比的比赛 也是会调动我们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程度 然后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奔着冠军来的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葛曼琪说他很感谢在现场观战的成都人民 这次来真的发现跟以往不同的比赛感觉 我们太久没有感受到这么多观众来看我们比赛 而且还是在本土 出场的时候看到满场的中国人都为自己加油 几皮疙瘩都起来了 就很想在成都拿下这枚金牌 葛曼琪说他之前受了一点小伤 所以放弃了100米的比赛 我自己缓了几天 还是想在这个比赛上不让自己留下遗憾 在跑第二棒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是比较担心的 但是我还是克服了下来 这场能跑下来对我也是比较大的肯定 那是真的 我也是来得罪了 这是一些像 中文龄之二 三叫做懒命 我现在开车 这家亭肯定是把劃大意赛 我实际上来做个精力币还为有 Greetings 是什么东西的进行通要求 我会跟中国的中国共和日本亿二 此外格曼奇还表示 赛前的雨还是对自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为自己有伤 再加上下雨天气怕冷伤势影响比赛 所以一直做加速跑来热身 好在最终拿到了冠军 对于第三第四棒交接的时候出现的小15 第四棒选手李玉婷表示 第一次交接没有交接上的时候 我有点没有想到 但我相信第二次肯定可以接上 所以我当时还是比较稳 一直守在身着 等待他的第二次交接 作为一个团队来讲 要充分相信自己的队友